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上 亞 我剛才也在講過 好啦 這是我們這一集的下一集 我們上一集的時候 發生點小小的意外 那他出現了 好像出現了點BUG吧 所以我們重新登錄的時候 就已經怪怪的人了 OK 好 不管了 果然 有點回溯 好 我們的目標就來前方了 風華帽少年斬頭角 嘿 我早就想要沿著這邊跑了 WOW 這就是我丐幫的天地啊 好想在這邊拍個照 這麼說來 我的確有新的姿勢對不對 我記得 看一下喔 綜合兵器物學 等等等等等等 我記得是在這裡 琴 好 我看一下 琴 哈哈哈哈 你幹嘛 等一下 你幹嘛 你幹嘛 欸 等等等等 我發現這 我發現我身上一顆 有點牙敗了 劫匪 穿上了劫匪外裝 可以對飆車發起劫 也可以與身穿補塊外裝的人 自由發生戰鬥 這個是視力PK裝啊 難怪他可以賣 難怪他賣得這麼爽快 原來是視力裝 糟糕 我應該慶幸我到現在 還沒有被人家挑 挑戰過嗎 難怪呀 難怪 真的是捏一把冷汗 我拍完照 我就先卸下來好了 看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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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結束了 害羞呢 不要這樣看我 哎呀 哎呀 討厭 配音欸 他配音欸 我試著說說看那句台詞好了 嗯? 討厭啦 討厭啦 欸他的 他的語音不一樣欸 他叫起來 叫起來乖乖的 他叫起來還沒有那種味道的 可是我叫起來這超噁心的 呃 我自己講我都覺得 呃 感覺好噁心啊 拍個照 欸 走 我先走 好 我的CAMERA OK 欸到 回來 嘿咻 再 咯 太 alone OK 嘿咻 這有點難控制 耶 encouraged ㄟ 你要看這邊 然後我先走回來 來 其實我剛剛試試仰角 有點難控制 這個角度也還可以 可是這樣就看不到風景了 其實也可以啦 大概這樣吧 可以了 好 我來做個害羞動作 什麼奇怪的感覺 我覺得你還是 霸氣一點好了 用琴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看 這個方向 如果是這個方向呢 我為什麼要捲舌呢 結束了 他其實動得還蠻快的 請 嗯 怎麼說呢 他這一身霸氣裝扮 在配這個眼神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奧妙 然後我發現他鏡頭有一點 魚眼的感覺 這個眼神好 這個眼神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玩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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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我的 自由運鏡切回來 嘿 好我要把視力裝拿掉了 我覺得好危險喔 我看一下我們要穿哪一套 這套嗎 裝備 嗯 不過頭髮應該可以換一個吧 嗯 這個嗎 這個髮型還蠻可愛的 但是我之前有裝備過的說 不然就乾脆不要了 好 嗯 又回到我們的初級 初級裝的感覺 OK 少年斬頭角 脫了有點時間了 啊我發現我的對話框還沒有縮起來 啊 欸讓我搜一下吧 你快過來 你誰啊 報上名來 師兄 有什麼事嗎 今天是刑堂諸位長老併奪新職法長老的日子 先前曾有傳言說 會推舉秦嶺師姐 我們快去看看 什麼 秦嶺師姐 我們該幫還從來沒有女長老呢 走 一起去看看 秦嶺師姐當長老行嗎 咱們的秦嶺師姐感覺就是要去 救濟天下蒼生的那種感覺啊 他當執法長老 行嗎我說 啊 來不急拍到 哼 洛某不同意秦嶺做執法長老 我該幫創立百年 長幼有序的規矩 豈能壞在今日 洛師叔 幫主執長多年 咱們該幫日益興旺 現在師兄妹 早已過萬 還要像以前那樣論資排輩 那些少年才俊們 難道都要等得老死不成 祖宗法制 春秋待續 其實你等小輩說開就改了 一個老頑固跟一個新想法 哎呀 師叔 你就不能放開眼界 看看現在的情形 江湖上風起雲湧 早就不是以前的樣子 還要抱著祖宗的腳不放 會被臭死啊 哈哈哈哈哈哈 放肆 江山 你仗著幫主寵愛 我挺江山的 百射嗎 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 秦嶺師妹的武功德行 無一不是我們的榜樣 做執法長老也算是人心所向 不信 你問問弟兄們看 同意秦師姐做長老的 站在我這邊來 我要過去 我也要過去 你也知道你老東西啊 成何體統 快來說說他們 師父 江山 你能看到幫內必病 推陳出新 也是很好的 既如此 如果在行堂 另設一個新的長老職位 由秦嶺擔當 各位意下如何 如此甚好 如無異議 此事就此決定 各位 都回去吧 是 不愧是長老啊 不不不 不是長老 不愧是幫主啊 馬上就 平息了一切的紛爭啊 喔 我後面這位師兄看起來好帥喔 我可以拍照照嗎 師兄 欸咻 欸他跟我一樣是紅眼欸 好帥喔 我要拍照 偷拍一下 其實近看後就覺得還好 好啦髮型很帥 我應該可以在這邊拍一張照 拍一張裙子快要飄起來的照片 這是什麼龜頭格 是龜嗎 欸不對 我突然發現我剛剛說的會被檢舉的話 額額額額額額額 洗掉對話 大家什麼都沒有看到喔 是龍頭格 龍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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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 喔 一樣的 私無邪 無猜 亦無憂 他們有後續了嗎 還是說有 但是我沒有開到 我發現該方地球好大喔 私無邪有點距離 現在已經是晴朗的白天了 看一下 江南 江南已經白天了 不如我們現在就回去江南好了 江南 無語的夜晚 想你的夜 從這裡可以回去 多希望有你在我身邊 是這樣唱的嗎 唱 是這樣唱的嗎 後面背著小老虎欸 這首歌真的好好聽喔 這首歌真的好好聽喔 四名書院就在前面了 這種時候就是要召喚 豐小 GO 跳馬囉 呦呼 欸 你這隻沒有義氣的馬了 每到懸崖的時候我就跳下去 這個方向 這不是那位姐姐嗎 欸 趙姑欣 長楓木紅麴 紅顏之極啊 我要看一下那個紅顏之極 長得漂不漂亮 喔 在那邊 有紅顏嗎 啟稟盟主 昆蓬會孟長楓求見 你來了 盟主找長楓前來 所謂何事 是關於你霹靂堂之事 霹 霹靂堂 你知道你們要拍霹靂古俠傳嗎 我自有消息來源 此次只是想問你 當年你全家被害 是否每個人都虛發揭白 壯若八巡老者 正是 屬下這些年一直在追查此毒下落 所幸 終有眉目 喔 有何眉目 天下只有一味藥材有此效果 是一種奇毒的軍菇 名為白鬼傘 白鬼傘 這名字聽著就讓人毛骨俗然 還有其他線索嗎 屬下查到 白鬼傘生長環境即是苛刻 僅限巴蜀一帶 但生長白鬼傘的地方 已經被唐門列為禁地 無法進入 唐門 既然列為禁地 你如何得知那裡有白鬼傘 屬下 是在禁地附近遇到 遇到水龍吟的李洪渠姑娘 是他告訴我的 李洪渠 你是說水龍營也在關注此事 是 他是奉命前來調查 印有唐清風的手書 故能入禁地遺態 唐師兄 喔 有點意思 看來 要去水龍營一趟了 莫主 屬下 屬下有個請求 我要去 說吧 李姑娘性情率真純良 說話有事比較衝 他在幫他說情 眾親們他在幫他說情啊 不愧是盟主 欸 唉唷你不用隱藏了啦 我們都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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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可以 好 那麼 好 好吃 是為了什麼? 她是盟主,做事自有道理 你到時自會知曉 等一下 我在看到什麼 我在看到什麼 我看到了什麼 剛剛有看到的觀眾自己心裡有錯 我就不唸出來了 我剛好看到了什麼 OK好,我們現在要去注尊骨 不行,那個畫面有點衝擊 那個畫面有點衝擊,我現在有點難以面對 好,紅曲姑娘 紅曲姑娘,這地方好遠喔 看來我得想辦法過去了 天啊,超遠的耶 我懶得走了,瘋小 彈手指 往這個方向 你這次沒有義氣的毛 我不怪那個jump 你就把我躲下來了 你給我再出來 欸我走錯方向了 在哪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 剛好好像發出一聲像插進去裡面的那種感覺 夾 夾 去吧,瘋小 顏超 這邊可以用植物嗎 哇 點兩下會有用嗎 唉有用耶 這樣我就可以拍照了 我要拍我誘人的大腿 猾褹自己的角色,應該,應該應該 應該可以吧 自己的角色就是自己看著玩啦 可是他在騎乘的時候也就只能這麼近了 拍一張遠景照 在廣闊的 地方 跑著 這樣還滿有感覺好像那個人要跟我一起去什麼地方一樣 江湖俠士就是要有一匹千里馬 剛剛好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大腿 那位 那位俠士怎麼停在那邊了呢 松江分舵龍井茶園 看看 茶萍兒這個要在夜裡 這個唐清風 晴朗的白天觸發 照他這條路就有點遠了 我要切西瓜過去 在這個方向 GO 你已進入盟會戰鬥區域 敵盟玩家可自由戰鬥 可惜唷 我沒有加入盟會唷 瘋小 好 等一下 我才發現 這裡有一條小溪耶 嗚 這是怎麼回事呢 等一下 哇 哇 Jamie 住神谷 哇 欸這松樹欸 我現在還注意到這是松樹欸 高山松母 啊 看到一個小涼體了 是這個地方嗎 是的耶 瘋小 好 到囉 歪了歪了 這個地方 明天去哪裡玩好呢 欸我發現我 我的主線也是要來這邊的 不過我先解一下劍文好了 嗯 趙孤心 需在晴朗的白天觸發 晴朗的白天 嗯 什麼聲音呢 是妹子欸 妹子她在對自己的大腿彈琴欸 這個妹子 這妹子好厲害喔 空氣琴 天啊這妹子超厲害的 空氣琴欸 我沒有看過這等神乎奇蹟的技法 嗯 我說這Fug吧 嗯 嗯 嗯 我有兩個是你 一個叫花椒 一個叫桂香 多行不易 必自閉 在哪裡啊 有了 超級 啊 他就是紅麴 哎呀 哎呀 對啦 紅麴姑娘啊 我怎麼會忘記呢 就是那個潑 那個俠女 我知道他在哪裡啊 他在平行空間的這裡啊 切個平行空間他就在你正前方了 我突然覺得這個李紅柱有點小姑娘 他剛剛說夢 夢長 你在說什麼啊 然後就嬌羞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來來來 小姑娘 哼 唐清風 若不是他玩失蹤 也不至於讓我這麼難看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完全可以 我可以提會你的意思 水龍銀為何會調查白鬼傘呢 之前有情報 稱得青龍會有一種毒藥 叫做青龍絕命傘 我調查這種毒藥時 發現其中的成分就有白鬼傘 原來與青龍會也有關聯 夜之秋來追查此事 怕還是與他身世有關吧 夜盟主的身世 具體的我也不清楚 你可以自己去問他 要是覺得不好意思 就去問上官小仙吧 他一定會告訴你的 我這就去 那找堂師兄 不用管他 他在外面玩瘋了自然會回來 喔 喔 喔 他就在平行空間的這裡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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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區姑娘都要哭著 明天去哪裡玩好呢 看看紅區姑娘啊 你這混帳 身邊總站了這麼多人 悶也悶死了 湯蒙 師兄 我來了 喔 是你啊 湯蒙師兄是怎麼跟這 你不要自己把他吃解一個意思好不好 你 你賣什麼蒙啊 這裡最沒有資格賣蒙的就是你 這傢伙 幾日不見 氣色不錯 腳步也扎實多了 看來功夫有提高啊 你這無事不能散寶殿的 說吧 什麼事找我呢 明明是你要我來的還裝傻 嘿 最近忙得有點忘了 這事我早已經查出眉目了 因為太簡單反倒忘了 你到底查到什麼了 我根本本來跟你們廢話 青龍會要打造孔雀林 土浦和鍛造之法均一到手 啊 他們要找材料啊 師兄你就別吹牛了 說重點 你還真心急 聊聊天不會耽誤多少時間 會我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天下適合打造孔雀林的材料只有一種 這種材料曾經在冬月出現過 現報裡說青龍會已經派人前往冬月尋找材料了 冬月是寒江城的地盤 我們不便過去 那我去吧 對嘛 我不方便 你卻方便 這一次少不得又讓你正面突襲啦 你去找一個冷媒的人 他是寒江城的接引使 讓他給你引見寒江城的人 知道 我懶得 我實在是不敢跟你講 對了 燕南非大俠前幾日來顧這裡 他對此事很熱心 不過沒提供什麼太有趣的消息 我總覺得 嗯 唉 沒事 你去吧 冬月地處沿海 土匪倭庫很是猖獗 寄到那裡一切小心 多謝師兄告辭 任務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新的地圖了 呀 哇 我得到好多東西喔 庚古 身房 還有切鏡 喔 這怎麼回事 鳳鳴雅集 找到活動區域內的實名 喔 四十集以上了才可以玩 這應該是活動吧 欸 這邊還有欸 趙孤星 揮箭破孤星 提示 需要在晴朗的白天 在碼頭附近尋轉 尋轉 尋找上官小仙 我 還有一分鐘 嗯 我跑過去好了其實還蠻近的 嗯 跑 跑 跑 向前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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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我的屁股了 喔 唷 欸欸 生 不是 生事 淑女 淑女了幾秒鐘 淑女了幾秒鐘 感謝周�帶 我才不會說這是我穿這件衣服的目的呢 哼 逼逼 騎馬 駕 駕 駕 駭 嗚啦 你這隻馬 我只不過多按了一下跳躍 你就 給我出來 駕 欸等等等 過頭了過頭了過頭了 從這邊上去 駕駕駕 甩尾 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 哪裡啊 欸 啊 在我的後面 喔等等等 這裡嗎 喔 他的馬看起來好高級喔 為什麼呢 欸咻 欸咻 這裡有一艘船欸 是這裡嗎? 欸?好像是這裡欸 來找找 欸?這裡好像不能走 Where are you? 欸咻 前面有一個老尼姑 是尼姑還是和尚 看不太出來 欸?是這裡吧 難不成是上面嗎?沒有吧 這裡嗎? 前面有個漁夫 這裡有一個隔空打坐的玩家 好輕功啊 欸? 在碼頭附近尋找上官小仙 嗯..看看 他的地圖是在這艘船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在這裡才對啊 現在也是晴朗的白天沒有錯 不要跟我說上官小仙在水裡喔 哪兒啊? 哪兒啊 難不成是翼龍樹 難道是翼龍樹嗎? 難道是翼龍樹嗎? 等一下為什麼附近一堆玩家呢? 難道他們也在找上官小仙嗎? 應該沒有吧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的樣子 上官盟主 不會真的在水裡吧 欸咻 這邊看起來也沒有啊 會不會跟 跟我們那個散步的 散步的夢凶一樣 他其實也是散步很PC呢 感覺很有可能 那我還是把附近繞一繞好了 上官盟主 上官盟主 上官盟主你在哪裡 啊 有了 果然在散步啊 居然在這裡用大盒大盒散步 這世上 比夜之秋英俊的男人 不知有多少 但卻每一個有他 英雄氣感 上官盟主 夜盟主為何要找白龜傘呢? 這是說來話長 與他的身世有關 夜盟主的身世 驚嘆齁 也吧 就告訴你吧 夜之秋當年冤仇深恨 他自己不說 總有人要替他說的 嗯 我吸耳恭聽 你去江南榮景茶園那裡等我 我們去找江湖傳奇 司空秧 讓他來告訴你 好我這就去 哇塞 大盒大盒在那邊散步 司空秧 哇這這裡嗎 照孤星 灰劍破孤星 需要在晴朗的白天出發 那我現在最好趕快過去 有點距離耶 這裡 這個方向吧 他這些劍文都要解蠻久的 不過他的故事也看 我看的也蠻開心的就是了 好風景 好風景 咕嚕咕嚕咕嚕 有點距離啊 不過其實還好 這直線距離 跑一跑就到了 跑跑跑跑跑跑跑 而且跑一跑還可以 嗑個內力的藥再繼續跑 我吃 欸咻欸咻 嘿 跳跳跳 龍景茶園 瘋小 驾 喔 開啟地圖了 在這裡嗎 在這裡嗎 喔 這裡去哪裡 喔 在這個地方 喔 有了 一片寂靜 等你那麼久 快隨我去找司空秧 哪 哪 喔看到了 你也太 等下你那個千里傳印也太遠了吧 我還以為司空秧感覺會是 粗人 給我說 我要聽 哈哈哈哈 霸 聖官大姐霸氣啊 欸 欸 天煞孤星點點點 二十年前 我給葉之秋算命 竟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真的 寺媽含 寺仔 埋放 introduction 燈 全熟 毛 叫 明擦 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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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氣 當真霸氣啊 真是不枉廢我跑這麼遠 他最後那頓好精彩啊 這算結束了吧 都已經 動畫都出來了 應該結束了吧 好像應該是結束了吧 至少沒有看到了 好霸氣啊天啊夜日秋 難怪上官小仙說 天底下比他英俊的男人多得很 卻沒有一個有他英雄氣感 當真啊 完成劍文照顧心 確定解鎖 看看喔 可是這是最後一個 喔這個我已經可以了 等級40等 等級40等 等級 圓形 方形 三角形 完成沖穴 喔 41等 好 看看我有什麼可以加一加的 好像沒有 喔齁目前都沒有了 唉 好精彩啊剛剛最後那段真的 真的我看了都不想講話了 超精彩 好我們現在得到一個根 那我們 照顧心的這一段 但故事件文算是結束了 大家看的如何呢 我覺得最後那段動畫真的還蠻不錯的 好像曾經在宣傳影片中看過一點橋段 但是這是第一次完整看過 唉 我原本想說今天這一次要解茶瓶兒跟美人奧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兩個要夜裡才能觸發 而他現在天空還是這麼的亮啊 好了那我們今天實況就先到這邊為止囉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 大家掰掰